高雄搞了一年多 人選還不知道在哪裡啊 你既然不在乎我高雄 我又何必在乎你呢 就這些所謂的個性難 個性難就是 它是非談得非常清楚的 它以前呢 是含內含勝含雪投票 真正的將軍是什麼 哇 爆火最濃烈的地方攻擊吧 哪有說害怕爆火 你怎麼當將軍啊 那這個人選呢 你要找到一個 最能夠符合高雄市議員的利益 以及更能夠符合 做整個全體六都戰略 您自己也坦誠說 的確啦 高雄在韓國瑜這個 韓流旋風過後 說實在要對上這個陳其邁 應該也是蠻困難 包含前高雄縣長楊秋心 也是這麼樣子的一個分析 不過當然最近校長 應該也是頻頻的 在走訪高雄的這一代 所以也讓大家非常好奇 您對參選高雄的這個意象 到底如何 我坦率跟你講 就是在選完以後 因為我在黨主席選完以後 其實很多人都希望 我說張老師繼續為國家 為黨在奉獻 那我當然也知道 我的宣文學校 不斷的編一些課本 不斷的辦一些活動 你看我還辦那個 就是散包蔣中正的活動 我還辦這個 素環針的活動 就是那我也在 四項公投的時候 我帶著我們的機車隊 在全省各地 每天在跑 而且還有在不斷地招募 十萬孫粉 十萬軍 救黨救國 救兩岸 招募很多黨員進去 那在這些過程中的時候 的確有人提到說 張老師你又沒有興趣 來幫忙選一下 有人建議說台北 有人在桃園 那我想台北桃園 我們的人才太多了 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那高雄呢 其實我原本來講 高雄我剛剛跟您的想法一樣 高雄我們要讓在地人 來參加 所以我記得我在選完 黨主席的時候 那時候比特王 我到高雄去 大概去年十月份的時候 那比特王跟我做過莊長 他说張老師 你覺得高雄人權是什麼 但高雄的市議員的話 我們第一個 他們要有意願 那你黨中央如果對於這些人 他萬一選不上怎麼辦呢 所以其實黨應該在很早的時候 就開始要佈局了 嚴格來講 高雄這個局 我常常講 在去年 其實在11月26號以前 就應該把高雄人選出來 比如說我們講 假如我們在去年的10月 就開始進行市長的初選 市長初選 因為為什麼 因為陳其邁確定會連任 我們對手已經很清楚了 那對國民黨來在高雄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要地 你也知道 如果我們做個比較來講 台北如果是台灣的頭腦的話 那麼高雄就是我們的心臟 特別對民進黨來講 高雄就是它的最核心 它將來當時崛起之路 它的龍心之地嘛 對它來講 它是絕對不可能放棄的 所以才有所謂罷免韓國瑜的現象 民進黨怎麼可能容忍一個國民黨人 探究我高雄市長 這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所以即使你韓國瑜選上以後 我也想辦法罷免你 把你弄掉 是把你弄掉 為什麼 因為這是它的地盤 這個東西是不容別人在旁邊 那麼地講話的 好 如果你這樣思考 那你可以倒過來思考 高雄這麼重要一個戰略要地 我們在高雄這個地方 只要能夠打得越激烈 第一個 把我們士氣打起來的話 可以對很多地方產生很好的效果 就包括這次選舉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假如高雄市能夠打得非常的慘烈 非常的精彩 請問一下 可不可以減少到台北跟桃園的壓力 一定 所以站在一個黨中央的立場思考 一定是桃園 它有很多的戰略目標 其中一個戰略目標 站在黨的角度來講 就是高雄這個地方 如何能夠牽制台北跟桃園的民進黨的兵力 所以絕對不能放棄 所以換言之你在去年的時候就應該再思考一下 我們誰是高雄市長的候選 找個當地 我們經過當地的初選選個最優秀 但是答應他 如果你選得很好的話 不分區立委 給你一起 讓他沒有後顧之憂 因為我剛剛講 對有些人來講 政治 像也許對我們這些人來講 政治是一個職業 那我的職業是在大學教書 可對這一些市議員來講 他政治既是他的職業 也是他的職業 也是他的職業 你不能讓一個人為了他的職業 把他職業給弄掉 所以你要對高雄市長的未來候選人 他們後來的安排 你一定要提出一些說法 讓這些人才能安心地打仗 可是嚴格來講 現在一切都晚了 你想想看 從去年 如果我們從11月開始就完成這個提名 找好人選 他有一年的時間做準備 請問一下 這個仗是不是這個打得很激烈 已經開始一年開始作戰了 第二個 你可以從我們現在的朱主席 他所謂的承諾 六都要過半 六都過半 我們現在已經有 台 清北 我們已經有台中 那第三都 第三都站在朱立倫主席來講 最好是桃園或者台北 也就是在我們朱主席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六都獲勝中 他沒有把台南高雄 當成是一件很重要的 一件戰略的事情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到現在為止 這麼多人不願意去高雄選 不願意去高雄選 那我們就來思考 我剛剛講 高雄它本身來講 它的一個戰略目標 它應該可以牽制台北 牽制桃園 另外來講 我們當然要參選的時候 一定以慎選為目標 但是我們做一件事情的戰略思考來講 一定是 假如我們萬一不能贏的話 我們最重要的戰略目標是什麼 那在我來看 民主政治 執政固然很重要 但是制衡也很重要 國民黨的市議員 在上次韓國瑜的旋風之下 有很多的這個市議員當選了 那現在情況不利了 因為為什麼水在往下退啊 國民黨的形象不見得特別好啊 高雄搞了一年多 人選還不知道在哪裡啊 所以整個現在高雄很多的市民 包括跑了很多地方 大家對國民黨 你既然不在乎我高雄 我又何必在乎你呢 就這些所謂的個性欄 我叫它個性欄 這些個性欄很有個性的 這個性欄就是它是非看得非常清楚的 它以前呢是含內含恨含血投票 但它現在說你們都不在乎我 那反正這個局可能也贏不了 那我何必這麼積極的去做事情 假如這個投票率低的話呢 那我請問一下 我們的市議員的當選的可能性 是不是就相對的降低了嘛 所以假如我們今天把高雄的市長選舉 把它的最重要的戰略目標 當然希望贏啊 但是更重要的戰略目標是希望能夠制衡 就換句話說 我們要找一個市長的候選人 他能夠把藍軍的基本盤 把藍軍的票給他吹出來的 讓人民願意去投票 我想這是黨中央一個選人選 非常重要的一環 就是第一個 他可以把基本盤給他吹出來 第二個 他可以在高雄作戰的時候 他的論述能力可以牽制到台北 可以牽制到桃園的 而你必須把這個六都 當成是一個系列來思考 你不能像現在也講 台北只想台北 桃園只想桃園 新北只管新北 台中各 現在已經看得出來了 現在國民黨最大的危機在於說 新北選舉他也跟你黨中央保持距離 不只現選舉 包括四項公投都是一樣 包括台中四項公投也是一樣 我跟你保持距離 那同樣道理 假如我們今天桃園跟台北 跟高雄都不能連線作戰的話 那我請問你這個賬 是不是在整個戰略的規劃上就輸掉了 因為我是一個算是一個 我當然有工程師的背景 就是我很重視事情問題解決的方法 就像我剛剛講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們今天不是道歉不道歉的問題 怎麼解決方法 這個也拿出來 第二個 你必須就有戰略規劃的能力 所以我在選完黨主席以後 我在各地方走 他們就高雄 特別是呢 我對高雄當然也有一些情感在 就是我雖然不是高雄人 但是我的父母親 全部都葬在高雄 再加上佛光山 跟我是幾十年的關係 我每次去高雄就去佛光山 所以我雖然不是一個 所謂大家世俗上的一個高雄 但是我的高雄人當然有情感 所以這幾次大概在二三月的時候 我去過高雄 因為選舉完了以後 我在高雄還成立一個孫文的讀書會 那我就經常跑高雄 那高雄後來有幾次 就是高雄一些企業界的人士 這些企業界平常都是對國民黨出權出力的 而且在國民黨 我相信這些黨中央跟地方黨部都很認識他們 他們就一直跟我講 張老師現在國民黨 一直沒辦法派出一個好的候選人來 那你要不要來幫忙承擔一下 那對我來講就是情感上是很難拒絕 那另外來講 在思考上 你也知道我張老師 政治對我來講真的是一個智業 就是我希望改變台灣 改變國家 為針對國家做事情 所以也許在我的心中 是沒有所謂的世俗上的成敗的問題 就像孫中山他把革命當成是一個智業的時候 失敗第一次再來第二次 第二次再來第三次 繼續努力 但是每一次努力 他都有一些戰略的目標 所以對我來講 我就說 如果說國民黨真正找不出人來 或者大家不願意下來 真正的將軍是什麼 往炮火最猛烈的地方攻擊 哪有說害怕爆火的 你怎麼當將軍啊 你也知道我在選總統的 選黨主席跟總統的時候 我相信我不會天真的認為說 我一定會當選 但是為什麼我會去做這個事情 因為我要幫我的做法 幫台灣的問題 國民黨的危機 我必須要講出來 不只講出來 我要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我要讓更多的黨員了解這個事情 因為我們認識才能夠解決問題 通常當年那時候講說 所以我說 戰這個事情 到哪邊作戰 對我來講 從來就不是一個考慮的現象 我不會因為說這個地方選不贏 我就退縮了 因為我也剛剛講 這也許我跟其他人不一樣 我可以體諒其他人 其他人都把政治 當成是他的一個職業 他害怕高雄成為他的政治的墳場 對 政治的墳場 對我來講 今天中國國民黨需要我 國家需要我 我有什麼好講的 我就幹了 但是我要做以前 我必須要回到我剛剛講 我尊重當地人 對 這是一個做人基本的原則 所以我當時參選 我當時就講了兩個很重要的概念 四個字 第一個是不爭 就說我張雅中 我不會去跟你們爭 假如高雄有更好的人選 或者黨中央你認為有更好的人選 那你去派嘛 當然你的更好的人選 是不是可以經過社會的檢驗 就像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 這個黨中央必須要站在無私 無私 這個角度去思考 那這個人選呢 你基本上 你要找到一個 我剛剛講 最能夠符合高雄市議員的利益 以及更能夠符合整個全體六都戰略的 這才是一個人選嘛 因為你必須以這個功能去找人嘛 就像我常常講 一個公司 他在炒創的時候 跟他守成的時候 跟他轉型的時候 他的CEO 是不是他的人格特質 跟他的做事方法 都完全有點不一樣 這很正常現象 所以黨中央在這個事情上要用心嘛 可是我們必須要講 從去年的黨主席選完以後 到今天離選舉 只剩半年不到了 中國國民黨有在這個問題上 去想這個問題嗎 沒有嘛 完全沒有嘛 所以今天搞的就是 大家之間都在之後 國民黨到底是誰 好 第一個不爭 第二個 隨喜嘛 就是我們剛剛一直講的 地方自治要以地方為優先 今天找的人 是地方的高雄市議會 跟里長 特別是市議會 他能夠接受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假如我們剛剛講的戰略目標 他是以議會過半 是所謂的重中之重 好 因為這東西不一樣的 假如你的戰略目標 是要選上高雄市長 選上高雄市長 就像我們在桃園 我們在台北 當然是選上高雄市 台北市長 是桃園地優先嘛 這毫無疑問的嘛 因為這個地方 我們本來就藍大於綠嘛 那你在選這個 要獲勝的情況下 那你的這個民調 一般老百姓 可能就列入考慮到五成 是非常重要的 自己黨員五成 對不對 我剛剛講全民調需要五成 因為你是選市長嘛 對 因為你可能會贏嘛 可是假如你的高雄市的戰略目標 我剛剛講 我剛剛講固然要贏啊 但市長固然贏 但是更重要的是議會要過半嘛 那議會要過半的時候 請問一下 就跟交男女朋友一樣 議員市就變成主角了 是 記得在台北跟高 台北跟桃園市市長是主角 可是在 因為這邊藍大於綠 對 但是在高雄 應該是以議員為主導 那你既然議員是主導 那議員基本上我剛剛講過半嘛 或者三分之二同意 這個時候大家才能夠集體作戰嘛 所以我說的隨喜就說 如果你們高雄市議員 覺得我張亞中來 對你們有幫助 那我就來 如果你們覺得 對你們沒有幫助 我就不來 是不是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就是說 你要幫別人忙 那要別人同意嘛 那我們所扮演的角色就說 就像一個什麼 像一個救援投手的樣子 投手進去 就是我 我來打這幾局 但是我這個幾局 戰場還是你們的 就是說 將來假如 萬一贏得到高雄市長以後 一定四年之內 把未來的市長候選給他鋪陳下來 副市長 三個副市長 全部用高雄人 所有的市處局 11級首長 全部用高雄子弟為優先嘛 這樣子下來的話 就是你這一局 如果你僥倖的贏了 其實你應該什麼 利用這四年的時間 趕快還贈於所有的高雄市 找出最好的下一任的候選人 然後跟黨農安報告去培養他 去培養他 讓他在黨裡面 當個重要職務去培養他 讓他可以打下一次作戰 所以對我來講 我剛剛講炮火猛烈 對我來講 從來不是一個問題 因為我是一個中國國民黨黨員 我是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 我們今天帶著我們的理想 帶著我們的懷抱 勝負是沒有到開盤的時候 誰也不知道 但是這個作戰的勇氣 你要有嗎 就好像我們常常講說 酒量是一回事情 酒膽也是一回事情 對你不能又沒有酒量又沒有酒膽 或者只有酒量沒有酒膽 那你就看不起別人的嘛 所以對我來講 就是說我剛剛講 在這一個不爭 跟這一個隨喜的情況下 我通常說沒問題啊 但是前提嘛 你高雄市議會要接受 你黨中要接受 我不會像桃園這種做法 因為我剛剛講 桃園台北有人 那我就退嘛 因為這是我的職業 我永遠是到那個 最需要我的戰場地方去 困難的地方去 去作戰嘛 結果剛剛講 我是一個將軍的話 我要用最猛烈的炮火地方去做 然後這個高雄市長 他的角色在於什麼 大家都說是母雞帶小雞 在台北在桃園 的確是母雞帶小雞 但在高雄這個地方 是母雞要如何保護小雞 也就是當一場火災來的時候 那個母雞可不可以 把小雞都抱住 即使這個母雞燒死了 都沒有關係啊 因為如果高雄市長 能夠打得很好 即使他戰敗了 能夠讓高雄市議員 都能夠選上 這是不是就是 戰略目標也達成呢 所以他的角色 跟其他的台北 跟桃園不一樣 他比較像我們 像戰爭片 那個留在後面 要斷後的那個隊長 就是我能夠抵擋住敵人 所有的炮火的猛烈 讓大家安全的撤退 讓每個市議員 都能夠當選 那你要做到 這一點的時候 那請問一下 那你選舉的策略是什麼 如果說選舉的策略 現在只是跟陳其邁 就是高雄市長 跟陳其邁去對抗 那我告訴你 陳其邁他有黨 府 院 網 媒 黨營事業所有的優勢 而在這邊已經執政這麼久了 民營黨很多的基業在那邊 你很難跟他打 那你這個候選人的高雄市長候選 你應該在於說 你可以進行一場 對民進黨的思想 包括對民進黨的作戰 而不是對陳其邁的作戰 那跟陳其邁的作戰是誰呢 是應該是高雄市議員來做 因為他們本身就是 扮演監督的角色 所以說高雄市議員去打陳其邁 然後這個市長候選是公民進黨 這樣子的才構成的一個高雄市 可以發揮他的戰略功能的 這麼一個角色 像病毒共存的話 當然必須要配套 所以用旺旺水神來防疫 有效能夠保護您 保護自己 保護家人 防疫不能等 請趕快上快點 go 買的時候記得 輸入向下的推薦代碼 CTI666 CTI666 是讓大家做好防疫